最近本土疫情再度升温 已经停了至少大半年的系纸从德里里长再度展开消毒工作 一个人就这么背着重达20多公斤的机器喷洒消毒水 因为实在太重 所以志工都会在旁边帮忙台下 组装完毕就开始从社区的外围进行消毒 楼梯扶手 公共空间的花台 还有各洞楼的大门 信箱 电梯等等都不放过 以新台湖路的江山万里社区来说 居住近千户 近错的人多 看着里长这么热心 居民都很感谢 从德里的苏里长 对我们对从德里都很用心 现在因为疫情有扩散的迹象 那里长很早就来帮我们社区消毒了 感谢他为社区付出 西指区跟那个 目前确诊比较多的个案 是在基隆市 那这两个区域的那个 是相邻的一个县市 那我觉得这个生活圈很宁静 那在我们西指区也很多人会往基隆跑 基隆会往西指跑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我们从德里 这个是个江山万里是个大社区 那我们为了防疫坐在前面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防疫的防堵 这个是工作的内容里面 我们希望说从大社区开始 然后来做防堵 来做疫情防堵 那我们先自我先提高 我们防疫的等级 不管室内户外几乎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连电灯开关 电梯按钮 还有小朋友的游乐区都列为重点消毒 主要是因为这阵子本土案例增加 又多点爆发 而且西指与基隆 台北市右近是一个大生活圈 所以里长就决定开始提前防疫 落实消毒 不过因为又隔了大半年以上 现在又开始背着这20公斤重的机器消毒 真的有点吃不下 然后今天来做一下消毒 那也重启我们消毒工作 那希望说整个社区 大家能够住户能够出入平安 然后能够做好防疫工作 这个消毒桶已经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再背起来 那今天在第一次背起来 觉得好重好重 又重背起20公斤的消毒桶 那希望说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退散 那能够 这个消毒桶能够再放下来 不要每个礼拜都要背着 真的是很辛苦 谢谢 去年中本土疫情爆发 就是这么消毒了好一段时间 直到疫情缓和才暂停 只是前几天本土疫情又开始扩散 虽然辛苦点 但是从德里的里长 希望能够提前防疫 更希望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就像惠林希致采访报道